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翻好久不見大家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RX的 又一個可以白嫖金卡的活動 白嫖金卡的機會非常非常的難得 所以能白嫖就想辦法白嫖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的錯覺還是怎麼樣 總覺得這一次好像比上次更難白嫖一些些 反正整體而言就是你完成活動就可以獲得這個B 獲得B的數量你就可以換到金卡 而金卡的話一開分三個階段 這個是初階的那一樣可以換到我們的法老英雄跟虎王 不過機率很低啦 大家可以白嫖一張金卡就不錯 不管你今天是要存入或者說是要拿來進階 當然如果你稍微凹一下給他到二階的話 就可以換到這個是不是不錯 因為之前的話我記得好像只有流浪之狼死靈 跟古埃及王這個系列而已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是有給你到塔奧跟殭屍龍的部分 所以硬要講的話感覺這邊好像比較香 當然也是要抽到啦 如果你今天有殭屍龍的話48HP這邊是賣多少 50萬賺 這邊的話只要500個幣 剛剛這邊應該先講這個 如果我今天懶得打我就直接用買的的話 總共要多少錢呢 我們今天是一個幣要來到5000水晶啦 所以說我們這邊總共是120萬就可以換到一張 但是如果你換到的是爛的 隨便選一張大角龍蝦卡 這個硬要講的話只要50萬水晶就可以了 貴一點的話也不過就是75萬水晶只要鑽石能夠買得到 所以說這邊能夠白嫖大戰箱 但是如果你要直接換上去的話 除非你能夠運氣很好真的是換到你想要的 不過現在暈眩抗性這個好像也有一點點小虧就對了 因為後來的都有加血量還有加抗性 那是不是會更香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呢金卡隨機包一樣 他500的話呢總共是250萬水晶 如果你有250萬水晶的話你的機率又好 如果給他拿到一個殭屍龍 剛剛看的嘛是來到了50萬鑽欸 那就是相當一個難料 不過那個機率很低啦 那如果通常的話呢 假設我選了一張爆傷附加 最終物傷附加的話 12萬鑽250萬水晶去換的話 總體而言還是沒有那麼划算 所以我覺得能白嫖就白嫖 如果要真的要水晶的話 可能就去補就好了 如果你有幾個任務沒有解到 再去補必須拿到就OK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是我們的金卡隨機包3 那當然這個一定是香到一個不可思議 可惜啦只能夠用抽的 那這邊的話呢是高達1200顆 是換算為600萬水晶 如果你要直接拉的話 當然啦你用水晶就可以買到 比起你用鑽石買到一定是更香 那600萬水晶你看這一張才30萬鑽 600萬水晶我這邊如果全部都買鑽石 假設都買得到的話 對有一個假設因為不一定現在能夠買的到 至少假設以最早的話 至少6萬水晶60萬鑽石 那如果虧一點的話 至少應該也有45萬鑽石才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而已 用水晶多塊算偏虧 但是你這是水晶可以白嫖的一個機會 但是啦通常機率都會是放在後面的 沒錯那假如我要的話 哇 怎麼沒有一張是我要的 人形增傷暴擊增傷攻擊 誤穿誤傷 誒官方也知道誤傷誤穿誤傷是要的 給他塞到後面那麼後面 對啊誒這個官方 有點明顯喔 對啊有點明顯 好啦如果假設的話 我要的是這張 那這張的話價格是52萬多賺 當然如果抽到絕對象 但那個機率實在是太低太低了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任務 是怎麼樣搞的吧 總體我這邊有算過了一下 就每日任務的部分呢 你只要這邊開分身自己跟自己刷一下 只要刷了五場 每天總共可以拿6個幣 然後6個幣的話呢 總共13天可以拿到78個幣 那如果你KBM也有把它刷好刷滿的話呢 總共這邊是給你有50幣 這應該是只有一次而已吧 對不對 沒有給你累積下去 然後王牌爭霸戰 對沒錯 那個是最公平的那個活動 也有給你在這邊 不過你要34個24 為什麼中間的次數都沒有 讓我們多賺幾個幣也不錯嘛 這邊加起來呢也是50個幣 那我們的無限排位 這個是也可以自己靠刷 給它刷起來的 總共呢要刷100次 可以拿到140個幣 然後下面的部分 我們先完全pass掉的話呢 我們在上面是可以拿到... 我們再不包含下面的情況 是可以拿到318個幣 所以是可以把這個刷完的 所以其實是有些 可以不用去刷的就對了 但是假設啦 我今天我就只想要自己在那邊刷一刷 我不想打KBM跟 那個王牌爭霸戰的話 還有KBM的話呢 我總共是可以拿到... 我這邊全部拿完的話呢 總共是可以拿到218個幣 那218個幣的話 就不用去搞KBM 也不用去搞王牌爭霸戰 好218個幣的話呢 數量還是有點少 我們這邊就至少還要再買 30...22個幣給它灌上去 大概是來到11萬 那你用11萬水晶 可以省下一些時間 然後呢可以拼拼看 有沒有機會抽到好的卡片 我覺得還算能夠接受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 11萬... 你看這個也要40幾萬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不想花時間的話 就大概農一下 每日任務的部分 無限對決的部分 我相信玩到現在的你 應該都有很多分身號 會在這邊農這個才對 只不過這個比較麻煩啦 無限對決6V6 那就看這裡有沒有人跟你一起農了 不然的話呢 至少你有6個帳號 就可以在這邊隨便亂刷了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 這個決勝天梯之巔 可以白嫖金卡的一個活動啦 當然啦下面還有其他東西 造型的話呢 也就看個人要不要換啦 這個造型呢 是開服剛送的 開服那套呢 是黃色的 這邊呢是給他來一套 白色的那就看你愛不愛 當然啦 如果下面的話呢 還有其他東西可以買 這個遠古神格密箱 不過呢 單純你要買一下 就花總共50萬 現在這個箱子呢 價格也已經跌下來了 沒有像剛開始的時候 100多萬那麼的兇 所以如果你要花鑽石的話 就不是那麼的划算 紫箱的話呢 一個是來到12萬5千 我們來看一下紫箱的價格 是7萬多 所以你要買的話 都不是那麼的划算 藍箱的話 就比較特別一點點了 因為藍箱呢 是不能夠買的 如果你真的是完全剛開始 然後你又是新手的話 買個藍箱或許還不錯 至少你可以前期 有一個很酷的戰地在 那剩下的話就是資源罷了 不過我覺得資源的話 應該都還是以上面的金卡為主啦 那我們這邊來稍微看一下吧 如果是3個的話 是來到15000水晶 稍微瞄一下 15000水晶 有 單買還是不划算 那10個的話呢 是5萬水晶 來5萬水晶 請我們看一下 最近一直在搞的 那個加9精煉 這個是4個 4個是4萬水晶 所以這個價格沒有那麼的虧 這個就比較虧了 然後再來是附魔的話 是25000水晶 這個是看蠻快的 一個戲是兩個嘛 對不對 兩個的話14000 25000換14000 也是不划算的 所以總體而言都不划算 真的要的話 就是看有沒有機會 把它白嫖嫖出來 這個金卡隨機包 造型的話就是看個人 因為畢竟造型這種東西 就見仁見智 那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